好 咱接下來 明洪 泰瑞 大寶你們三個 仔細想想囉 請問你們三位男生 願意對女生告白嗎 請舉手 太棒了 太棒了 明洪有請 帥 這位是 好棒喔 好MAN喔 要告白了耶 好喜歡男生那個舉手那個 帥的感覺耶 對 好像超人一樣 來拯救我們的女主角 對... 明洪準備好了嗎 明洪請告白 嗨 我覺得是個緣分吧 當你走下來的時候 我是安靜到一句話都發不出來 然後 在這個問答的過程中 發現應該我沒有默契的地方 所以 未來不管從朋友到會走到哪一步 我覺得這個緣分安排 我好像應該去珍惜看看 對 那 希望今天呢 能夠至少讓我們當朋友 好嗎 好 OK 好 來 明洪再來這裡 明洪其實是一個很優秀的男生耶 而且明洪 但是明洪剛剛就又很會講話 對啊 看好看 對啊 就是從朋友當當看看好不好 什麼看看好不好 這個時候就要拿出誠意來了啊 對 是不是應該要鼓勵她 主動一點吧 對 主動一點 對 好啦 那就恭喜兩位 小切手 取緣會吧 恭喜 謝謝 我可思你 那麼愛你 謝謝 上天拍來 愛我 你但你我麼愛你 感謝神經 真感謝你 其實一平常的時候就看到他 然後對她的印象 就是都還滿好的 然後到後面就是有聊天的時候 就覺得跟她好像還滿有默契 然後滿聊得來的 那可是覺得她好像比較被動 因為我自己也比較被動女生 所以就是希望如果之後有相處的空間的話 就是希望她可以主動一點 她雖然說她心裡住著男孩 可是我一直覺得她 其實真的就是一個女孩 然後 只是缺人照顧而已 然後看到她的時候 她最後 在她自我告白的時候 她眼睛是執政的時候 我覺得她是看著我 然後她說那一句 希望 有一個人可以為她撐傘 然後我就覺得那就是我的感覺 那我自然的話就舉手了 太棒了 送走一對看起來 就是狼才女帽的一種驕傲人 對 狼才女帽 他們站在那邊這樣揮手的時候 很登對我 出得了廳堂對不對 戴得了廚房 對...對啊 進得了廚房 進了廚房 他們現在就是要進廚房了 對... 希望可以看到他們好的結果 祝福他們 祝福他們之後就進洞房 好不好 祝福他們之後 就來介紹新朋友 對... 新朋友 來 新朋友正來 好...來... 大家好 我叫逸萱 今年25歲 水瓶座B型 身高174 體重66公斤 目前正在準備考中醫 在感情上 我覺得要互相尊重 如果你不喜歡我做的事情 我希望你也不要做 例如去夜店 還有我非常喜歡唱歌 希望能在這裡找到一個專屬聽眾 好啦 來看看我們的正妹檔案 我叫宋美芳 你們可以叫我桑嗎 就像我的綽號一樣 我就像夏天充滿熱情 不要看我的工作 是個較為嚴肅的護理師 在換下制服後 我可以搖身一變 成為國高中生心中的活動人氣王喔 我利用假日會去當校外教學領隊 多接觸年輕人 讓自己也保持年輕的心 往往讓我在營隊裡 是最受歡迎的前幾名喔 我擁有著護理師的細心與耐心 也有著少女般的活潑動力 這樣的我 只期待遇見對的你 分享在生活中 每一個感動的時刻 很可愛活潑的護理師 來 歡迎我們的女生出場 歡迎 來 歡迎 妳在那邊幹嘛 歡迎... 妳好 畫出來剛剛差點摔倒 還好吧 沒事吧 還好 是個活潑的女生 所以很容易講一下 還是剛剛是 其實是要搞綜藝的那個梗 喂 其實他也是一個說話 是不是 一出來忍不住你知道 想帶團康 喂 團康 OK的 帶團康 妳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接觸 從大學的時候 念書的時候嗎 學校很多那樣的活動 對 所以妳現在在工作之餘有空 妳都還會再去喔 對 就算服務性質這樣子 好啦 讓我們的女生好好的自我介紹 來 哈囉 大家好 我叫桑莫 那我今年27歲 那我身高是158公分 體重是47公斤 那我的個性就是比較活潑開啦 那就是我希望就是 比較喜歡很... 比較喜歡穩重的男生 那尤其是有雙眼皮的男生 那希望今天在場的男生 可以電死我 謝謝 對 有雙眼皮的男生在哪裡 有沒有 沒有 都舉手 趕緊 等一下 太誇張了 什麼 怎麼樣... 單眼皮其實也很可愛 單眼皮很可愛嘛 單眼皮也很可愛 對 單眼皮也可以變雙眼皮啊對不對 拿膠帶貼一下就可以 那就沒辦法 好啊 那我們就來進入我們的第一回合 看到你 請選擇 妳的第一位是 奕璇 奕璇 妳的第二位是 漢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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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的第三位是 韋德 韋德 妳的第四位是 昆 昆明 你的第五位是 李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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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位是 大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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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眼皮重了... 他今天走的路數 結果反而都幫到他了 對啊 大寶今天很跳 命中率很高喔 對啊 好啊 那我們就恭喜這六位男生 進入我們第二階段了 恭喜 恭喜... OK 這個階段呢 怎麼認識你 所以呢 男生 女生都一樣 有什麼問題儘管問 好嗎 OK 來 我們從魂的一璇自我推薦 請開始 請揭曉 會自動自發幫女友全身擦乳液 只要我知道女友可能有這個習慣啊 我會自動去幫他擦乳液這樣 如果看他有什麼個人需求 或者是需要加上什麼地方 肩膀之類的 我都會做到 然後順便可以增加一點情趣 情趣咧 他一直推... 就好了... 就好了 就開心了 我擦完了這樣 對... 然後他都會跟人家告白嘛 對不對 你要當我女友嗎 要 他就開始 好變態 就馬上開始幫女友服務 當然沒有 他其實就是願意 這個我覺得就像他講的 是男女之間一些小情趣啦 對啊 會不會 妳自己會不會幫男生擦乳液 或剪指甲 會 都會 妳也會喔 對 會主動這麼做 對 我會幫就是對方擦乳液這樣 對 然後如果看他皮膚太乾的時候 我也會幫他敷臉啊 對 幫他敷臉這樣 其實男生女生之間 真的很多這樣子的動作耶 對啊 像我就會幫我老公剪指甲 剪指甲 然後他截完婚以後 老公你自己剪 因為他已經到手了是不是 對 就覺得 妳指甲怎麼老是長那麼長啊 自己剪了 不是 一個禮拜就長出來了 就很討厭 但是妳以前是怎樣 是趁他睡著的時候幫他剪嗎 沒有 我就會說說 妳指甲很長 然後我就幫他剪 而且還把他旁邊的皮修一修 然後還會拿搓刀抹一抹 就很鮮 天啊 還幫他做光療咧 對 到手了之後 到手了之後他就會說 老婆 你以前都還會幫我磨 現在連磨都不磨了 男生女生之間 就是會有這種小情趣嘛 對啦 覺得這樣男生優不優秀 還不錯 那如果說就是頭髮比較多的話 你會耐心催完嗎 就催到我睡著前為止這樣 一定要催肝啊 你真的是有什麼回答 會... 催到我睡著前為止裡面 但是有男生會吹到一半 就是吹的時候還沒乾 我不吹啊 會這樣嗎 而且你一定要吹到乾嘛 一定要吹到乾啊 就頭髮維持也滿舒服的這樣 頭髮維持 所以他現在還鋪路了 他的意思說 我有可能沒有辦法吹到乾 只能吹七分乾 接下來漢客自我推薦 請揭曉 好 告白有誠意 曾追公車追了五個站 你用...跑的啊 用跑的啊... 因為當時就是還在追求嘛 對 然後還在 就是算是還在曖昧當中這樣子 對 結果後來 然後那個女生 追求的女生 她跟她朋友上公車 然後我跟她講說約好 說要在公車站等 對 結果她竟然就上車了這樣 那很明顯的啦 你還跑 對啊 不是 就是 因為她朋友是好解密的 對 然後我當時就... 就是剛好... 就追求過程就跑這樣子 然後大叫上名字 因為她剛好坐在窗外這樣子 那她有聽到 所以她讓你跑了五站她才下車喔 沒有 她... 沒有 公司還繼續跑啊 我跑了五站之後 我跑了五站之後 我就跟她大喊就說 不要跑 我好喜歡你這樣子 那這樣嗎 有成功嗎 後來... 後來車子還是開走了 但是最後啊 最後還是有在一起啦 最後還是有在一起 對... 對 那個女生就是覺得她滿感動 因為她朋友都在旁邊虧她這樣子 這男生很會跑 滿厲害的 跑... 你... 其實要跑很快耶 你不要看公車好像開得不快 而且公車... 你要用跑著追 公車還有專用道耶 你真的... 會很累耶 你是漢客還是浩客啊 漢客 跑的時候不跑客啦 對 表示她有誠意啊 我想我應該會覺得 滿感動的 對 那如果說就是 如果說你之前有跑過公... 跑追過公車的話 那如果說 對方生氣的話 你也是 就是如果說這樣跑走的話 那你也是會追著她嗎 我一定會追的啊 我一定會追 因為... 基本上女生一個人跑就很危險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女生通常不會跑得比男生快 對啊 但怎麼樣一定要追到 一定要追到 因為我這個人不太希望女生就是 在外面很... 我在外面很危險這樣子 所以我一定會把她追到這樣子 對 那有什麼事情就是 看就是要當下處理或怎麼樣 我覺得當下的安全 我會先保持好這樣子 我想問一下問題 因為我剛剛看她是護士 護理師小姐 然後護理師小姐是非常辛苦的 然後我可能問她就是說 她... 她是哪一科 對哪一科的護士 然後上班時間的話是 譬如說 會不會像我的話 我是晚上上班 對啊 所以可能有時候 在時間上會不會有什麼樣的衝突 對 基本上我們就是 每個月都會固定至少修八天 對 那就是 自己排 對 就是自己排這樣子 對 那就是 班的部分的話就是輪班這樣子 對 那就是可能就是 這個月白班 那可能下個月是小夜 或者是大夜班這樣子 對... 所以她如果晚上上班的話 你可能就有某一個月你就排 那個晚上的班這樣 你們白天就可以約會 對 也是不錯 哪一科呢 她是那個新生兒重症的護理師 對 照顧小朋友 照顧小朋友的 對 好 沒問題囉 接下來韋德自我推薦 請揭曉 記憶力好 吃過飯 會記下來她不愛吃什麼 最常不喜歡被吃的食物是什麼 像紅蘿蔔跟蔥 女生很不喜歡吃蔥 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蔥很美味耶 對 但是 竹片的女生都不喜歡吃蔥 所以有時候我們去吃個牛肉麵 可能有蔥 我就要幫她加起來去 所以你會記住女生的心保這樣子 那你呢 你喜歡男生記性好嗎 喜歡 而且我也不喜歡吃紅蘿蔔 是喔 蔥 蔥你也不喜歡嗎 你也不喜歡吃蔥 不喜歡 怎麼那麼剛好 太剛好了吧 就剛好她講的那兩個耶 還是你根本就想要選她了 不是啦 就順著她的路走了 不要那麼明顯好不好 對啊 你也含蓄一點 後面還有其他的 她是真的啦 不喜歡她 對 真的不喜歡 等一下要吃牛肉麵嗎 幹嘛下雨啊 好 接下來 昆敏的自我推薦請揭曉 很懂女生 很懂衛生棉的種類 以及用法 用法你也會喔 真的嗎 真的 因為其實這關係是因為 我從小大的生長環境就是 我爸爸在外工作 就是我兩個姊姊跟我媽媽 家裡都是女孩子 我很愛問啦 就是從小學習 所以譬如說 有的男生不太願意幫忙 買這些私密用品 但是我不敢 我不只可以幫忙買 我還知道要挑什麼牌子 對啊 譬如說什麼 日用 夜用 或者 量多量少 那就夜用家常型啊 你要用立體 反而側邊還是 好厲害喔 講這段好有自信喔 整個變廠商了 或者是有些 可能最近代謝比較好 睡得比較少的話 可能你就算那個沒有來 你會需要護墊 很貼心 天啊 她用代謝比較好來形容她 我覺得現在女生 像如果妳是活動量比較大的 其實用棉條比較好 還推薦她使用棉條 你真的是一個 好害羞 你要嘛 不是專業 不然就是小變態喔 沒有... 這個一線之格喔 你知道嗎 天才跟瘋子也是一線之格 沒有啦 她這個有原因的 其實是有原因的 要解釋一下 因為昆敏她 她是三胞胎 然後他們那一胎有兩個姐姐 對 然後她是弟弟 所以從小就非常的親密 所以她什麼都知道 我也愛問啊 對啊 接下來禮約自我推薦 請揭曉 好 我不喜歡吵架 所以有爭執 我一定先道歉 因為假如像是 或是有時候他們遇到一些事情 不開心的話 對啊 就是會彼此退讓 因為其實就是相處在一起嘛 交往啊 很容易就是 有些人就是因為氣化 然後這樣分手 對啊 所以假如在一起的話 就是就容忍對方 然後永遠不要這樣輕易分手這樣 如果在交往的過程當中 跟另外一般吵架 妳會是先低頭 還是希望對方低頭先 我會看事情的狀況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自己就會先低頭 妳的意思是說妳的錯 對 所以妳也是會理性溝通 當下解決那個情緒嗎 還是說妳會生悶氣啊 冷戰個幾天 我比較會偏向於就是當下生氣 但是我其實是希望 對方是可以低頭 那如果說是我自己的錯的話 然後我就會撒嬌這樣 對 接下來大寶自我推薦請揭曉 保齡球號稱喜高王子 有我永遠分數變厚 我覺得大寶今天來自黑耶 他今天自黑王 他走反方向喔 對啊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常會做一些事情 讓大家覺得很開心 但是都是我無意中的舉動 那時候打10局 我就不小心都0分 10局都0分 過去我不知道什麼叫做 然後想說往旁邊就右 我曾經打到別道全雷打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打到別道的人全雷打 然後曾經發生過就是孔不對 然後我就很用力的出去 然後人就跟著出去 保齡球跟人一起出去 你是睡著了是不是 我要到一半 請人家幫我救回來 就是沒辦法 因為沒有天分 所以其實大寶生活裡面 是個很有喜感的人 就大家是這樣講啦 就是他們覺得我站在台上 但是他們就會開始笑 重點是我還沒開始笑 他們不知道在笑什麼 那如果你的女朋友 是會耍白癡的 或是逗你笑的你會 其實我是怕對方覺得我太白癡耶 他真的是來自黑的 沒有 因為就剛剛說的 無意中的舉動啊 對 然後就會跟他講什麼 我就聽著別的什麼 然後我都會習慣大聲講 然後女生就掃大聲 小聲這樣子耶 就是怕我有一些舉動 其實有時候好笑 但有時候怕會惹到人這樣子 所以其實大寶神經 應該有點大條吧 神經大條啦 對不對 好啦 OK OK 沒問題了喔 那我們就要來進入我們 第三回合 喜歡你 請選擇 好 第一位是 一軒 一軒 好 沙如一 第二位是 韋德 韋德 紅蘿蔔跟蔥 第三位是 昆明 昆明 傳康紅號 好的 接下來這個階段 開始有點緊張了 不知道結果會怎麼樣 但是不管結果怎麼樣 我們都還是要努力一下 是 所以請我們女生 跟大家再好好的自我推薦 來 那我的個性的話就是 私底下比較 除了活潑之外 其實我有細心的一面 就是我可以在你很忙碌的時候 或是你下班回家 工作累的時候 我可以幫你洗洗地 然後擦擦地 我還會洗什麼 洗地板嗎 洗地 對 洗衣服這樣子 那就是幫你把家裡打掃乾淨 對 那可以幫你捏捏肩膀這樣子 所以她是那種很體貼 很居家的女生 好啦 接下來我們男生 我們益軒 韋德 昆明 我們三個人 願意對我們的女生告白嗎 請舉手 好